有一些画面很珍贵是我们在阳城湖直接所做到的报道 事实上对很多人来说那么就指导黄龙吧 因为关于哪里是真正的阳城湖的大闸蟹一直有很多的赝品 那么事实上有些是太湖的 有些是阳城湖的 所以干脆很多观光客就直接到阳城湖去大快朵一 一吃呢一桌就是三四十只 这个在其他地方你觉得哇吃个三四只就很高兴 情况完全不一样 每一年大闸蟹一上市就有很多传闻 今年也传闻出它可能会有哪些赝品啦 或是它是不是有毒 不过据说这些都是属于网路的传言 我们在到阳城湖大闸蟹所做采访的时候就发现 如果台湾前几年所以禁止大闸蟹可以进口台湾的原因是说 它可能在湖里头丢下养殖里头丢了很多抗生素 所以就有立法委员后来担任陆委会主委的人说 大闸蟹是有毒的大闸蟹 来到阳城湖实际的采访 你会知道可能说这句话的人是没有去过中国大陆的人 可能也是个笑话 因为阳城湖加起来有几十倍的日月谈大 所以阳城湖的蟹农对着我们说 说这个话的人他读过书吗 如果我要在湖里头丢抗生素 这湖这么大 那我要丢几卡车才够呢 但是他们也承认 如果说验出有一些所谓不好的物质 很可能是因为所谓的大闸蟹养在阳城湖 因为阳城湖的湖底它土质特别的硬 那么大闸蟹大闸就是指它的这个脚要很硬 所以我们刚看到最好的脚要很长 那因此呢它的肚子就会黑黑的卖向不好 有些商家为了使它卖向好 等大闸蟹爬上来以后 就把它的肚子刷白一点 在刷的时候可能使用的物质 要把它漂白的过程中 留下了残余的化学物质 他说说我们阳城湖里头丢抗生素 这样的人太无知了 9月22日阳城湖大闸蟹开了 宣告金秋吃蟹的季节又来临了 但这十几年来 每逢此时网路上总是会出现这样的消息 质疑大闸蟹的养殖是靠抗生素 此激素来催生 让阳城湖的养殖户不堪其扰 可能就是商家之间的蟹豆 不是善意的 为了自己一方的利益 打败另外一方 他会拿去炒谣言 2002年香港杂志报道了 有关大闸蟹用激素喂养的新闻 引起震撼 后来查明非事实 还了大闸蟹一个清白 阳城湖的蟹农 依此还成立了行业协会进行监督 但传言似乎没有断过 甚至现在还扯出避孕药 也拿来喂养螃蟹 有些我们看避孕药的功能是什么 避孕药不就是 就是说一致女性的排卵 是吧 九吃十熊 就是说九月份 大家喜欢吃这个卵 对不对 喜欢吃这个杏蟹 就是蟹黄 十月份喜欢吃这个蟹膏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东西 用了这个东西 一致它生长 没有了 我们还有可吃的 还大家喜欢吃这个螃蟹吗 用药催促杂蟹生长被学者视为是无稽之谈 实际走一趟养殖基地进行了解 每一亩的水域炸蟹产量是75公斤 密度相对比鱼类养殖低 水质的要求更是苛刻 刘海荣在阳城湖养了十年的蟹 每年听到这种传闻都听腻了 说真的还真有道理 阳城湖面积大约是119平方公里 是15个日月潭那么大 要是在这么大的水域里面加激素 有哪个养殖户 这么大手笔啊 一种可能就是它那个 我看到啊 我亲眼看到就是什么呢 他们过去就是拿那个刷子 拿那个毛刷刷一刷 这可以不影响 有的有的那种牙膏 那个接近牙膏 然后擦一擦 这个不影响 因为过去总说青背白肚黄毛金爪 是大闸蟹辨识的特点 但长时间在河床底下抓爬的螃蟹 这蟹度要洁白无瑕 当然不太可能 有些蟹农为了卖相家会刷一下 但蟹农自己也说不太可能太白 太白肯定有问题 但传言不能不防 就怕坏了这阳城湖大闸蟹的美名 与政战还发给养殖户 一人一本账册 要求如实记载 多少斤玉米 多少斤小鱼 多少斤螺丝 你螺丝把它记载 那个养殖生产台帐上面 我们还要把一些 我们的投入品 这个一些就是 就是螃蟹的样品 到有关部门去送钱 只能说阳城湖这块招牌 太过响亮 大陆各地的螃蟹都想沾光 这也让当地的养殖户 更加小心谨慎 暂且不论摇言满天飞 先说说吃蟹的第一手则 中秋过后先吃公蟹 而农历十月开始天气转凉 黄肥高白会更为鲜美 白色的是不能吃的是蟹塞 然后就要把这些白色的塞也给去掉 然后这边中间有一个蟹的心 这个蟹心也是不能吃的 用筷子我们把它就是也拿掉 从现在开始 大闸蟹的品尝热气就慢慢要展开了 每年吃蟹已经成为一种风尚 特别是上海人 如果没去阳城湖吃蟹 那就好像是很没面子的事情 有机会或许你也可以去尝一尝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